原非请回来也就罢了 凭什么侯爷从边三一回来 就去看那个原非白 为什么侯爷 从来不这么待我 为什么 侯爷 侯爷 为父 常年征战在外 对你有所不及 是我这个做父亲的不是 父侯征战是为了家国太平 自乃天下大义 非白明白 非白 这么大个地方 怎么连点生气都没有 哪像是个主资住的地方 明天 我再调配几个得力的奴婢过来 多谢父侯挂怀 可是非白 从小就喜欢亲近 况且还有韩先生 谢三娘 素辉陪着我就够了 不必麻烦父侯了 侯爷 老夫 老夫几天之前 不必麻烦父侯公子 就可以站起来了 非白 你听到了吗 你的腿有救了 都这么想要耽误你 ce bpm就把所有人家带上看çan自己的崔子带上就打破了吗 非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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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非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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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妹妹 哥哥 妹妹 今日非烟正在骑舍 听闻哥哥要回府 便急忙忙地赶回来了 我回来了 哥终于回来了 侯爷 侯爷 林神医可治好三少爷的毒和伤 但是却治不好他的心 是啊 梅香走了之后 非白整个人都垮了 若三少爷不想站起来 就算他腿好了 也是无用 这是 这就是娘生前日日把玩的御史 临终前娘吩咐我 将她一分为二 做成了这对兄妹玉佩 大得留给哥哥 小的留给我 从今以后 我和哥哥 就可以贴身佩戴这个玉佩 就好像 娘亲一直陪伴着我们 哥哥 你为原家蹉跎十年 今日一息归来 终于可以扬眉吐气 一盏报复了 妹妹苦心为哥哥经营多年 今日 终于可以安心地还给哥哥了 非烟 这些年辛苦你了 身为女儿家 却在世家豪门苦苦支撑 非烟现在最亲近的人 就是哥哥 我这么做 不仅是为了你 也是为了我自己 再说了 父侯还是挺疼爱非烟的 那就好 只不过对于我而言 回了家又如何 那柳言生 装模作样地处置了几个府兵 父侯便不再过问了 你可知道 父侯回紫园的第一件事情 便是去西风院看望三帝 那么我对原家而言 究竟算什么 哥哥 你有所不知 现在的原家 是连氏和柳言生把持成 父侯也的确独宠原非白 可那连氏骄纵跋扈 绝非善累 原非白的腿疾不至 又终日消沉 他们都绝非未来家主的良血 而哥哥作为掌房嫡子 意气勃发 年富力强 又为原家牺牲了十年 此时 哥哥更应该当仁不让 妹妹说得是 唯有这样 才不枉非妹妹这么多年 苦心经营 只是你为了我 现在还待子归中 使哥哥连累你了 哥哥 你怎么说起这样的话 莫说妹妹现在尚无意中人 就算以后找了夫婿 也一定找一个能帮到哥哥的 今世良才